Hello 大家好 我是胡咪咪 喔 我也要介紹 對 你是David 喔 我是David 喔 我這傻眼耶 我們現在今天要來開箱一個東西 是甚麼東西呢 等很久的 攜帶型的投影機 很小一台 名字叫甚麼 Nebula Capsule 3 就是這一台 然後它是一個 我們那時候訂的 甚麼時候訂的 忘記了 我們好像等滿久的了 然後現在才記得 你買這台花了多少錢 我看一下 好像兩萬一吧 兩萬一千塊 對 兩萬一千塊 好的 然後我們買這台 為什麼會買這一台呢 因為我們客廳已經有電視了嘛 但是我們房間沒有電視 然後我們當初就會想說 要買一台投影機 這樣我們在房間睡覺的時候 如果想要看電影的話 就也可以投在我們那個牆上 還有出去玩的時候 去露營或是甚麼時候也可以 對對對 我們去玩的時候 露營也想說可以買一台這個 然後露營的時候可以用 好 接下來就由你來介紹它的 這個一些功用 1080P雷射投影機 它是要插電用的還是可以充電 好像都有耶 它好像有內建大概兩個小時 有電池的 我們可能要拆開來 再看一下它裡面的東西 話不多說 現在馬上來拆 說明書 說明書 就是這一台 講的還蠻好看的耶 遙控器跟甚麼 沒有 說明書 喔 說明書 它電池 遙控器跟電池 哇 它其實沒有到很重耶 我一隻手也可以拿得起來 但是不知道它音響的效果如何 它音響是有甚麼特殊的音響嗎 沒有 就是它自己的 它是雷射的嗎 它不是LED燈對不對 它是雷射 那你當初為什麼會買這台 因為我覺得很酷啊 很小台啊 你主要是因為它小台買它嗎 可是小台的投影機有很多啊 而且它是雷射的啊 而且有內建Google啊 什麼的 喔 它有內建Google是不是 這樣 好 那可以開始試用了 安卓器 我們要在房間試用吧 我們要投在這一面牆上 然後現在暫時先放在我的梳妝台上 有耶 走嗎 開來看看 喔 亮了 它現在這麼亮 它的亮度還是蠻強的耶 如果你直接開上面的燈 也還OK 也還OK啊 也還OK啊 彎掉看看 它自己矯正了耶 你要幹嘛啦 欸 其實很清楚耶 嗯 很清楚耶 這樣打上去全世界都知道我們那裡買 妳看妳就知道妳不要用啊 先回應 它怎麼先行矯正啊 你確定妳買的是有的嗎 有啊 它介紹就是有 終於更新好了 現在要重新啟動工 喔 很亮耶其實 欸 現在如果用好了 我們都還沒看電視 走啦 Google Google開始了 GoogleTV 它這台是有自動的T型矯正的 你只要開起來了之後 它會自己T型矯正 好 它如果沒有看 它現在就是沒有矯正好 然後呢 這個時候妳就可以按 就是妳的遙控器上面的這個 開機下面的這個 有一個矯正的鈕 這個第二個鈕 按下去之後 它就會再矯正一次 如果還是沒有 你就再按一次 再讓它矯正一次 好 妳看 它再矯正一次就好了 就變成是平的了 然後像我現在如果又有調動到畫面 就可以再按一次 它就會再矯正一次 好 它這樣子完成矯正了 它這個就是等於是說 妳不用自己去 要設定裡面去矯正它 但是它矯正完 如果你還是不滿意 妳還是可以用設定裡面 然後去手動矯正的 投影機設定 然後畫面矯正 然後它這邊是自動嘛 那妳可以自己去 手動T型 開啟了之後妳就可以T型矯正 你看它這邊就會告訴妳怎麼矯正 妳就可以去移動 譬如說這個點妳要往哪裡移動 之類的 然後它就可以儲存妳自己的矯正 所以也是還不錯 就是如果它矯正完妳還是覺得不滿意 還是可以自己手動調整 然後畫面也是可以自己鎖放的 變小變大 OK 然後對焦妳也可以自己挑 因為它也是可以自動的對焦 你看它就可以自己挑著 你覺得最舒適的焦距 水喔 我們的投影機弄好了 而且它畫質還蠻好的欸 那我開燈 我開燈 好 喔開燈不太行 開燈就我看了就沒有那麼清楚了 關燈就是最好的 關燈就是最好的 這個關燈 關燈蠻清楚的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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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還不錯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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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錯欸 嗯 它好像應該也可以臉 相機我們從貓腿堆帶兩隻法鬥回家中途一周 全幫法鬥動來 現在心音好大喔 剛剛才一半而已 對啊 咖啡 咖啡 欸很棒欸 自己這投影畫質這樣很棒 這樣很爽欸 而且很小台 我們家以後隨時就可以帶出門 對啊 你們很開心啊 開心啊 選得還OK啦 還不錯 但是有點貴我覺得 但是因為它是雷射的啊 我們之前看的都不是雷射的 雷射好很多是不是 就是它的亮度會比較高 它有奈特福利克斯嗎 你看一下 耶耶耶耶耶 我們找了好久 結果它這個Netflix 不能從那個Google Play裡面下載 它要從它這個Nebula 這個 裡面有一個Nebula Play 這個程式裡面按進去才能下載Netflix 但是它下載的非常的慢 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等它下載好 你不要把聲音咪掉啊 但是它這個就是如果你是用Netflix的話 就必須得要用這個 這個手機去控制 純純的小手指 但是它也就是說如果帶出門 你也不用帶遙控器 你可以用手機就可以控制 然後它裡面呢 Google Play 商店裡面有很多應用程式是可以下載 除了Netflix之外 幾乎都可以下載 你看像騰訊啊 Spotify Franvideo Disney 愛奇藝 Apple TV YouTube HBO 反正就是 只要網路上你有聽過的這種 影視的APP 幾乎它上面都是有的 你看它這邊有很多 My Video 什麼的 就是有很多可以下載 有聽過沒聽過的都有啦 除了Netflix之外 但是Netflix呢就是要從它的首頁 這個Nebula Play這邊按進去 之後它有一個Netflix專區 你看Netflix安裝點進去 之後就是要從這邊去開啟還有安裝 然後就可以進去Netflix 但是Netflix因為它是手機版的 所以你要操作的時候 如果你是用遙控器操作的話 就會比較麻煩 就是要移動這個小箭頭 看到這個小箭頭嗎 去操作 或者是用手機操作 但是我是覺得還好啦 習慣就好了 反正Netflix的這個地方 你也只是就是點影片 然後點完你也不會再點 所以對我來說是覺得還OK 就是Netflix操作上面 稍稍麻煩了一點點 那你剛剛說什麼 一到十分 你給幾分 我順便 順便時間一猜人家網路上說的 嗯 音質不錯 畫質也還不錯 我覺得這個 兩萬一 稍貴了一點 所以可能是 七分 你知道網路上很難說的 他說其實你要問 你要把七扣掉 他說一到十分裡面 大部分人都會給七分 為什麼 他說七分就是一個很中庸的那個 所以如果不能給七分 你給幾分 不能給七分 我給 七點五分 就是不能七分 七點五啊 七點五不是七分啊 就是只有整數 為什麼要這樣強迫別人 我不想給老 那你覺得幾分 應該有個九分吧 那我那麼高啊 兩萬一有點貴欸 對啊但是他畫質很好啊 那你們覺得他的畫質好嗎 我們要再撥 撥 撥 隨便撥一個 啊 鏡拍一下 在攝影機裡面的畫質也很不錯欸 就很像在看電視欸 真的很像在看電視欸 而且我們就只是隨便投一個牆 我們也沒有用什麼 我們也沒有用布木或什麼 真的蠻像在看電視的 完全不會覺得說很投影機欸 缺點是我開燈可能就有差 我開個燈一下 嗯 來看一下前後對比 這是沒有燈的 嗯 是有燈的 有燈它好像會自動調亮一點 有嗎 它有調亮一點 它還是看得到欸 還是看得到其實 說變得不清楚了 那你再關掉一次 我關掉一次就直接變電視了 真的對 關掉之後變電視然後 我們這個房間其實也不是全暗的喔 它其實也是有一點光的 對啊 但是它真的是還蠻亮的 真的還不錯欸這台 好啦如果說不能給7分的話 給個8分吧 兩分扣掉就是我覺得有點稍貴 然後還有就是不能直接下載Netflix 但是還是可以用Netflix 但是其實很多都不能下來Netflix 好啦 就是小小的小缺點啦 但我覺得這台就是音效不錯 然後畫質不錯 然後它亮度也蠻夠亮的 而且它很小台 它上面剛剛是寫說300流明對不對 沒有是NC流明 NC是什麼意思 NC流明是直接在那個屏幕上量 就是屏幕上的亮度 它不是量你口出來的那個亮度 對 流明就是量的那邊 那就不太準的 對 它說NC流明是最準 因為它是直接量那個上面 所以它NC流明300 對 像有些人說什麼1000多啊 就是打到上面可能就沒有 就很暗 它這個真的不錯 它打上去真的算蠻亮的 真的還不錯啊這台 八分啦好不好八分 阿你咧 九分喔 九分吧 那你一分是什麼 就是價錢吧 太貴了 欸我覺得它很小的 其實很好攜帶啊 對啦它的大小真的蠻小的啦 放我的手在你們旁邊比一下 它是說它是像可樂罐的大小 它真的還蠻小的 燒熱 然後它這個上面其實是有 它這個上面也是有按鈕的 就是可以在上面操作 320的屏幕 320 看一下大小 就是不大啦比它更大一些 它應該就比個寶特餅還小 而且它的重量也沒有很重 就是我一般女孩子拿也就覺得還好 所以這台就是 還不錯啦 還不錯如果 預算充足的話 然後就是也希望可以便携攜帶 希望就是螢幕不要太暗 然後畫面就是好看 就像電視這樣 我覺得這台還不錯 就是可以推薦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話可以購買 而且它最大到120吋 最大到120吋 最大到120吋 那我們現在這樣是幾吋 這感覺比我們電視還大 大蠻多的捏 現在有快100吋吧 我其實 太大電視我其實有點 沒有看過那麼大的電視有點 沒有概念 但是蠻大的 正正到 你是9分 我是8分 好 希望今天的這個開箱大家會喜歡 我是胡小喵 我是Terry 我是Terry 再見 拜拜 Lilu Lilu跟他們說拜拜 拜拜 拜拜 睡死了 好 我也要介紹 我的名字是什麼 忘記了 你自己的名字 我是世良 你是David 我是David 我真傻眼 你可以忘記 我忘記 你叫我在上面叫什麼了 我們現在今天要來開箱一個東西